其实从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知道你迟早 会成为我的客户 依附型婚姻 自身受教育成都良好 南方事业有成 结婚多年 双方冒合身理 其实这几年我记得案子 有一半属于你这样的 进 坐吧 想好了 既然决定了 那你收拾你的诉求吧 孩子的费样权 财产方面该属于我的 一分不让 你现在自住的房子 是你公婆的名字 当初结婚的时候 良家出了装修费 可是这六七年间 房价大幅升值 装修却属于持续贬值的状态 如果你现在离婚 你只能获得一些 折旧严重的家具跟家电 这套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婚后财产呢 理论上是属于夫妻双方共有的 但如你所说 你丈夫已经把共有财产 转化成私有财产 当然 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举证 另外 除了有型资产 婚姻中 还有无型资产 无型资产 那这个指的是 一个人在社会上 想实现财富 地位 民生等因素的自身价值 在婚姻中 个人想取得这种无型资产 并不仅仅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 还有靠配偶 在家庭劳务中的付出 虽然现在法律上 已经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 可是在具体判决当中 赔偿金额往往不进入原意 所以财产方面 目前已知的信息 对你是很不利的 那孩子呢 孩子抚养权呢 考虑孩子抚养权的原则 是看谁对孩子的成长条件 更有利 而出轨并不是法律认定 体重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情况 换句话说 如果魏明能够证明 他可以给孩子提供 更好的成长条件 也是有可能获得抚养权的 其实 现在根据你的情况 你已经有四五年 没有收入了 孩子判给男方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 我跟他谈牌 我们坐下来谈判 谈判 是要看彼此手中 都握着怎么样的牌 那我没有牌啊 那难道说他出轨 然后最后精神出户的是我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呀 所以这才是你今天来找我的意义嘛 我建议你 先按鸣不动 第一 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一份工作 来证明你有足够的收入 可以抚养孩子 第二 摸清楚你先生的财务状况 并尽可能保留相关的证据 第三 搜集他出轨 和转移婚恋财产的证据 证明他才是婚姻破裂的过存方 这样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据优势 你不要过分地惧怕对方 离婚是一场心理和技术的较量 你不要过分地惧怕对方 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为什么 外派的机会非常难得 通常外派之后就会被晋升 况且你无论到任何一家公司 这次的经历一定会是你 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倍数 为什么要放弃 因为我的人生 有了一件值得我全力以赴 去做的事情 我有了孩子 当我抱起他的时候 我感觉 好像这个世界的其他颜色 都变得暗淡了 我愿意为了这个小家 做出这个选择 我充分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我希望在若干年之后 你不会为了今天的决定 而感到后悔 因为人生不止这一种可能性 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我希望你能够慎重 谢谢你 戴琳 人生不止一种可能性 但我相信 无论我选择哪一条 我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很好 中午有空吗 咱们见个面 聊聊未冥 行 请 时间地点拟定 您的咖啡 被吓到了 其实你之前说得对 在不被爱的婚姻 和渐行渐远的丈夫当中消耗 结果无非是浪费时间 所以 我不打算再继续浪费下去了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想离婚 但前提是 我必须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个和社会脱节了这么久 经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 想要挣作孩子的抚养权 根本没有胜算 更何况 魏明已经留了后手 这些年陆陆续续地 转移婚后财产 即便我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我也没有办法 维持孩子现有的生活水平 钱 我之前可以不计较 但现在为了孩子 我必须要计较 那你的意思是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 从魏明手里 拿回本来都属于我的财产 帮我拿到离婚的主动权 你凭什么会以为我会跟你一起 咱们可以互惠互利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 都有你的一份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 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的目的 是要让你出去 即便是我出去 你也入不了局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 非常地荒谬吗 还有一点 你戴的手链 背的包 都是二手的 以我对魏明的了解 他最爱面子了 摆在明面上的东西 还不至于买旧的 关你什么事啊 这样细 你缺钱 你别介意啊 你别介意啊 我针对的人是魏明 不是你 我已经不爱魏明了 所以我们之间 不存在敌对关系 不要把彼此 推到对立面上 最重要的是 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验证一下 魏明到底对你 是不是真心的 我的这个提议 你可以慢慢考虑 不用着急给我恢复 我还要去接孩子 下次再聊 你就不怕我把今天谈话的内容 告诉魏明吗 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也不可能来找你 咱们三个的关系 总结起来很简单 魏明劈腿搞婚爱情 你插足祸坏我的婚姻 而我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受害者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 非常的荒谬吗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 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的目的 是要让你出局 即便是我出局 你也入不了局 上班时间 这边汇报明天会上游游 知道了 魏总 我只有两份文件 要找您签个算 一会儿拿我办公室 好 真要是撕破脸的话 你跟魏明 于情于理都讨不到便宜 更何况 你对魏明的感情 也没那么自信 真要是出了事 他未必会正在你这边 卢星儿 瘠 沙 诚 2